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8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瓦格纳集团领导人普里格任的死亡 表明了与普京做交易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泽连斯基指普京是普里格任之死的幕后黑手 他说不能够像一个骗子妥协或者是展开对话 乌克兰的反攻进入到第四个月 但是至今只取得不大的进展 泽连斯基拒绝接受现在是时候 与克里姆林公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